會地率的政治區間要擴大 謝謝 傳媒董事長謝金河 在臉書的這番話 讓央行總裁笑而不達 因為在80年代 台灣籍贏咖吧 AI浪潮下 謝金河說 台灣籍已經淹到天花板了 喊話央行 會地率政策區間應該擴大 而週一早盤 護國神山 台積電 還有鴻海開盤 股市30分鐘刷到歷史天價 都知道其實聯發科 是這個手機大廠 所以其實他們 看好在第四季推出了 用台積電3奈米的晶片 分析師認為 主要是聯發科新晶片的推出 引發市場對今年下半年 AI帶動手機換機槽 有期待空間 台積電8號股價持續飆 開盤價1055塊 30分鐘內來到1035元 刷下歷史天價 截至11點 成交價飆到1045元 隨後又攻上1050元 一度大漲45塊 鴻海也跟著發威 以217元開出 開盤30分鐘 飆到226元 是2007年11月以來 波段高點 帶動台股一路飆升 盤中大漲超過400點 再度創下新高 而且目前沒有偏弱訊號 最關鍵的就是 今年下半年的 電子股旺季的 這個營收成長的一個狀況 那包含剛剛提到 台積電跟鴻海還有聯發科 分析師也說 對於下半年 台股走一波多頭行情 其實不難 主要看各家台廠供應鏈 公布的營收成長 像是台積電 上週股價衝破 氣源大關之後 市值攀升達到27.1兆星高 而接下來台股 應該怎麼佈局 國內各股可觀察 硬體零組件 如果是軟體端 分析師建議 可以看微軟 這種龍頭型企業 以美國股市居多 接下來旺季營運 也備受投資人看好 準備大賺一波 TVBS的 也會正在一台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 報告